黄晓明和杨颖这对明星夫妻曾经也是让无数人羡慕的一对 但是由于婚后两个人聚少离多 又很少秀恩爱 黄晓明和杨颖之间频繁传出婚姻的消息 如今双方承认婚姻 2022年5月28日 黄晓明和杨颖相继发文官宣分手 也说明了两人13年的感情正式走到了尽头 据悉黄晓明和杨颖两个人于2009年相识相恋 2014年公布恋情 2015年领证完婚并举办了婚礼 婚礼上黄晓明甜蜜告白引杨颖落泪 你永远是我的小公主 婚后两人育有一子小名叫小海绵 在这对夫妇正式升级为三口之家后 黄晓明和杨颖的感情也变得越来越恩爱 但从2018年开始 黄晓明和杨颖开始陆续传出婚姻的消息 但两个人均没有做出回应 有一次在节目中 黄晓明陪母亲回到了青岛老家的旧居 见到了不少热情前往迎接她的亲朋好友 不过节目中最让观众感兴趣的是一抹一闪而过的身影 而黄晓明居然称她为自己最想见的人 她到底是何身份呢 在这个节目中出现的神秘女子是黄晓明的邻居 也是她轻微竹马的初恋 她们从小一起长大 彼此很了解 她可突然的造访也让黄晓明又惊又喜 当时黄晓明正在水龙头前洗手时 一生熟悉的晓明歌叫起了教主的回忆 我最受欢迎的就是她 印象最深的是她 我是真心希望她好 她挺适合当演员的 有机会培养她当演员 模样还是那个模样还能认得出来 黄晓明回忆说小时候有个叫王辉的 女生经常来楼下喊晓明一起出去玩 王辉热情活泼 两人在一起玩的热火朝天 躲猫猫 踢键子 跳绳 打枪 晓明还曾用木剑在王辉脸上戳了个疤 后来晓明离开了 两个人渐行渐远暂无联系 说起往事教主眼眶发红 还动情地将其成为自己最想见的人 她老喜欢找我出去玩 跟她一起玩 躲猫猫 踢键子 跳绳 跳房子 那个打枪 她那个鼻子真的是能给她打伤的 只不过在见到时身形开始发胖的儿时初恋已经嫁做人妇 美艾丽丽因神如佐 只留下一张靠着教主尖头何影的照片 有媒体说教主将对方称为梦中情人海影的杨影 醋意大发 只不过如今两个人已经宣布分手 我们也希望他们两人能各自安好 共同抚养好自己的孩子小海年 我们就有最新的孩子小海年 大人的孩子小海年 所以我们就不能拥有